娱乐八卦一语道破 才表现引起了观众的热烈讨论 谭剑刺在剧中饰演九头腰项柳 一亮相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齐英俊的外表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然而 随着名气的提升 谭剑刺也开始引来了狗仔队伍的关注 近日有传闻爆出谭剑刺恋爱的消息 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谭剑刺与杨子的互动引发了网友们的猜测 有人开始怀疑 谭剑刺是否已经有了女朋友 这些细微的举动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猜测 有人认为谭剑刺可能已经有了女朋友 而杨子对此可能心知肚明 因此刻意避免亲密互动 一名狗仔透露 其实早在去年 就有关于谭剑刺恋情的传闻 虽然当时传闻并未得到证实 但狗仔的消息来源 一直被认为是相当可靠的 再加上这次谭剑刺和杨子的互动 以及传闻 似乎让狗仔们不由地产生了兴趣 不禁猜测两人之间是否真的有某种情感纠葛 不过 这些传闻 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谭剑刺的声誉 反而在一些粉丝中 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一些粉丝甚至自发的 在评论区中表示 他们认可了谭剑刺的恋情 并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和祝福 屏幕截图中 可以看到粉丝们 争相证实谭剑刺的恋情 似乎比起明星本人 他们更加在意这个消息 这种情况下 有粉丝甚至开玩笑称 自己就是谭剑刺的女朋友 要说起大家的暑期男友 一定有谭剑刺这个艺人 随着长相思的播出 这个暑期也到达了高潮 剧中四位男主 个个都是颜值身材双再现 光是这可观赏度 就足以支撑起剧的大半人气 四位男主中 人气呼声最高的 还要属向柳的扮演者谭剑刺 按照角色的戏份 谭剑刺算得上男三 但是架不住谭剑刺的演技好 男三硬是让他把男一都比了下去 要知道 谭剑刺今年已经32岁了 32岁的谭剑刺 在小鲜肉横行的娱乐圈 硬是蹚出一条路来 把粉丝们迷得五迷三道 看似顺利 可这其中的心酸 只有他自己知道 2010年 由谭剑刺 肖顺瑶在内的迈克男团出道 为了扩大知名度 泰和麦田专门带他们录制了 快本 非常近距离等热门访谈节目 后又请专人为他们画漫画 可惜热度还是赶不及其他团体 更惨的是 在出道第二年 EXO男团出道了 这个比BIG BANG还高人气的男团 直接把迈克打得哑口无言 多年后 谭剑刺回忆道 我们以为一出道就能火 但现实是 只有开演唱会有点动静 很快就没声音了 这是说麦克没有实力吗 并不是 他们台风够稳 唱跳俱佳 甚至歌词清晰有力 就连王家尔都成了谜底 然而这样的实力 到了2022年才被广泛知道 被认可 被夸赞 2021年录制 追光吧哥哥 台下的谭剑刺 看着台上容颜已不再青涩的肖顺瑶 在卖力的跳舞 回忆起艰苦训练的那四年 流下了眼泪 处在低谷的这12年 只有他们才深刻体会到不符两个字 而比起肖顺瑶 谭剑刺似似乎又轻松许多 至少在麦克出道前 谭剑刺也有过出名的机会 便是密案的上映 2007年 已经在太和麦田接受训练的他 为了挣生活费 试进密案 去试进时 沙发上坐了个漂亮的大姐姐 她刚坐下就被导演要求试戏 试戏 怎么是 谭剑刺头一回演戏有点猛 正当她发呆的时候 漂亮大姐姐走过来坐在她的身旁 一声不响的 便将腿抬起来落在了她的腿上 刷的一下 谭剑刺的脸羞得胀红了 正是因为这个不自觉的害羞 纯情的表现 谭剑刺是戏过了 后来她才知道 大姐姐竟然是莫文卫 而她也将在电影里 和莫文卫演暧昧戏 刚到剧组时 谭剑刺是兴奋的 这证明 她不比谁差 谁料 去了没多久 导演便开始带着其他演员冷落她 虽然她后来才知道 导演为了让她感受影片中角色的迷茫 故意这么做的 但仍给她留下了抹不掉的阴影 被冷落时 除了演好自己的戏份 谭剑刺一概躲在角落不见人 她不知道 她这一举动 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电影上映后 在一众大咖演员的演艺下 电影火了 谭剑刺的名字 也第一次出现在了大银屏上 首次演电影便是男主角 且表现力极强 谭剑刺本该走上星光璀璨的星途 然而还是走向了沉寂 甚至 谭剑刺日本人在中国演电影 被靠资本 在片场耍大牌 被传闻不进而走 这一步让她感到崩溃 而说到她如今在 《猎罪图鉴》中的好成绩 还不能忘提及徐征 2017年 谭剑刺首要参加 《我就是演员》 那年之前 她只拍了两部电视剧 《军事联盟》和《虎啸龙影》 其他的 要么是叫雷的网剧 《男神直视团》 要么是电影 《试魂》 《恐怖笔记》 就凭这些 她一个非专业出身的演员 怎么敢登台表演 于是 她拒绝了 2018年 《我就是演员》 已经播出一期了 在这前不久 节目组再一次找到她 这一年 谭剑刺已经积累了 原来你还在这里 带着爸爸去留学 拓宽了戏路 这一次 她答应了 虽然答应了 但谭剑刺还是止不住地发出 除了跳舞 她还没有在舞台上说过这么多话 况且还要演出来 于是 每一次登台前 表演成了其次 她只求自己不要妄辞 让她没想到的是 她的表演竟引起了徐峥的注意 太好了 我终于看到一个演戏演得这么好的小鲜肉 这才是偶像 徐峥毫不掩饰自己的赞赏 听着前辈在台下 对自己如此激情的认可 一向不在镜头前表露情绪的谭剑刺 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句话是对她的鼓舞 也成为了她坚持演戏 必须演好戏的动力 尽管后来谭剑刺被淘汰了 但她的喜悦多了 戏路也越来越宽 她可以是 并边不是海棠红 李洒托可爱 却被束缚一生的承认香 是惊喜和西里 儒雅睿智的三皇子彭玉 也可以是爱的淋漓里自私自利的 肯解足关震雷 是《烈罪图鉴》里 温柔孤独的画像师沈亿 值得一提的是 在谭剑刺已播的所有剧里 《烈罪图鉴》意义重大 而这部剧 也把它推到了大众面前 2018年 因爱情公寓走红的金世佳 也登上了《我就是演员》 和谭剑刺一样 演技被认可 但最终被淘汰 他是和谭剑刺同时淘汰的 就在一个舞台上 他们不知道的是 台下正有一个人 一直在看着他们 这个人 便是《烈罪图鉴》的编剧贾东妍 2018年 还在写《烈罪图鉴》剧本的贾东妍 去录制了《我就是演员》 台下 贾东妍发自内心地 看中了谭剑刺和金世佳 觉得他们就是 沈亿和杜成的最佳人选 也让谭剑刺大火了一把 后来刚开播的 长相思他是演项柳 也改过了男一男二的魅力 再次爆火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出道数十年 谭剑刺终于得到了认可 你看了长相思吗 你觉得谭剑刺演技怎么样呢